期待了五年 林更新和赵丽颖二搭的作品仙侠剧与奉行 终于在官宣后取得了开机的进展 正当大家伙们在仔细的欣赏 本次的开机生徒和路透照时 小路忽然发现在幕后制作团队里 监制的位置居然写上了赵丽颖的名字 好家伙 这下子不就是有演戏又知道了吗 果然是赵丽颖的作风 看来是之前被坑怕了 所以本次才会选择这样操作 双重身份 双重惊喜 一整个期待直拉满了 网友们也纷纷表示 认真搞事业的姐姐真的爱了 赵丽颖为了这部剧 早早就开始锻炼 也是相当敬业了 照片中 赵丽颖穿着黑色短款T恤 和牛仔拼街休闲长裤亮相 这一身露奇妆 真是完美秀出赵丽颖的细腰 说她已经是个宝妈了 这还不一定有人信呢 如此完美比例的身材 就连小路也羡慕不已 而男主角林更新也是无得严严实实的 不知道是不是九姨少女的梦怕晒黑 而且还是有惊喜的 那么就是林更新在进组前 就被拍到了身材馆里完全失败 但是在剧场里却有着不同 当初她直播的时候 跟油腻发福的中年大叔没什么区别 如今林更新确实瘦了不少 至少不再是那个大富贫贫的样子了 要是能再瘦一些 就能达到古装最美的一派了 两个人的合作简直太圈粉了 私下交流和两人合照 都是满满的CP感 还未开拍 两个人就已经进入了互动状态 简直默契十足 自带话题热度 让CP粉们激动不已 这也是两位主演自楚桥传后 十个五年的再次合作 很多人可能还执着于楚桥传第二季 能把跳活的语文乐捞上来 然而却迟迟没有等到 此次在与凤行中 两位演员能够二搭 也圆了不少粉丝的遗憾 让许多人期待不已 与凤行讲述了 世间至于最后一个神军行止 与魔界闲珠王生的女王爷沈黎 被一场看似不经意的交易 紧紧的扭结在了一起的故事 从与凤行的故事来看 并不算新意 仍然摆脱不了古偶 先挟着一贯的套路 你主角一定是性格 倔强坚毅 武艺高强 必定遭受命运的挫折 此后奋起反抗 最终爱情与权力双丰收 花千古游北楚桥传都是如此 相同的人设 并不新鲜的故事 也让一些观众和赵丽颖的粉丝 并不满意 批评声并不少 现在最重要的就看 他们俩能不能重现楚桥传的辉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